创世基金会 自成立以来以照护清寒植物人为主要愿景 让全台各地的植物人家庭都能实际感受到温暖的帮助 今年创世全台分院和分会联合苹果剧团一同筹办公益儿童剧 以等建第18家清寒植物人安养院花莲分院为巡演目标 规划全台演出 并将票房收益作为等建经费 同时还邀请到国民婆婆钟欣灵作为公益巡演大使 替计划拉开序幕 跟创世基金会合作很多次了 我觉得他们真的在这方面 包括比如说安养院还有这些植物人的这些安养院建立 真的不努力 而且我觉得我真的有到他们安养院看不过 我觉得如果真的需要帮助的人在这里的话 真的受到很好很好的照顾 我觉得这真的很棒 他们到花莲要建定18间的这个安养院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此次苹果剧团为了将温柔斗士的形象 氛围 贯穿整体巡演活动 特别将经典的冒险歌舞剧 抓龙特工队重整编排 更不惜重金打造两层楼高的无敌大魔龙 让巡演更加不同凡响 在这个抓龙特工队里面呢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同戏剧 那它的视觉元素也好 故事内容其实都非常的具有奇发性 然后也很有交易性 那最主要是透过面对任何的困难 就是透过爱与关怀跟付出 那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成就 然后可以让我们的这个世界更美好 2024爱剧在一起共以儿童剧巡演 将从5月至9月横跨全台15个县市 共计17场次结许登场 欢迎爱看戏的你 一起享受一文熏陶的同时 让爱无怨佛戒 战胜记者宋梦杰 丁文华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